十年前他们温暖着一代广州人 十多年后的今天 他们成立了平安广州志愿服务总队 从抓贼志愿者到安全教育的教官 他们不只是侠客 更是负责任的城市公民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穿越火线 穿越火线 浓烈的黑烟蔓延的大火 这辆燃烧中的公交车让在场的人着实揪心 然而这并不是一次事故 而是平安广州志愿服务总队 举行的公交车逃生演练及燃烧试验 平安广州志愿服务总队是一支专注于个人安全知识技能宣传普及的公益组织 这次的公交车燃烧试验和他们开展的穿越火线体验式消防安全演练都是他们的工作内容 虽然这只是一场事先做过精心准备的试验 然而这样的场景还是勾连起我们公众对近些年来各地公交车事件的回忆 2016年6月26号湖南一旅游大巴车因撞到隔离带护栏发生油箱漏油起火 2016年1月5号宁夏银川市贺兰县路段一辆公交车起火 2014年7月5号杭州市东坡路与庆春路交叉口 以公交车车厢内突然起火燃烧 公交车环境狭窄且通常情况下人 加之目前很多新型客车为全封闭市 一旦发生事故 无论是车辆自身问题引起的自燃还是人为纵火 极有可能造成人员伤亡 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就非常容易造成群死群伤 而且我们做这个职业就非常多的记者市民来问我们 万一公交车上遇到这种事情 那究竟我该怎么办 实际上我们也不能非常准确地回答他一个 你究竟坐在哪个位置是最安全的 或者是在哪个出口逃生是最安全的 我们也说不出 因为他的温度里面的温度变化 确实大家你和我都没有数据 大家都没有数据 为了提高公交车火灾发生后的逃生几率 获得更多逃生途径 同时掌握更多相关数据 平安广州志愿服务总队 在广州市公安消防局和中山大学广东省 消防科学技术重点实验室的支持下 进行了这次试验 所以我们必须要采集一些这样的数据 来支持我们的这些论点 把这个数据传输出去 我们外面的电脑在分析 每一秒钟的变化 每一个区域的变化都可以采集到 甚至它玻璃爆破之前和爆破之后 究竟有什么变化都可以采集到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外 甚至是灾难 突如其来让人猝不及防 有些意外和灾难没有来由 没有因果 所以它们造成的后果让我们更难承受 除了公交车爆炸燃烧 你看咱们在这个电视上报纸上 肯定也见过这种报道 比如说游轮沉没了 高楼失火了 暴雨积水造成溺水了 或者是群体性踩踏造成多人伤亡 每当这种新闻见诸暴端 大家都会有一种莫名的紧张焦虑 好像下一秒钟 这种事就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怎么逃生 怎么自救 怎么规避 这恐怕是我们最想知道的答案 我记得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要想远离灾难 首先要走进灾难 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就带您认识这么一群人 这群人他会带我们认识灾难 走进灾难并学会自救 为了这次公交车燃烧试验 平安广州志愿服务总队的队员们 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 我们从有这个链头到开始协调各方面的资源 最后完成到今天完成 预寒烧应该是三个多月的事情 试验车辆是广州市最常见的公交车 车上还放置了40个假人 为了收集试验数据 车内还布置了大量的传感器 摄像头 车外还有多台辐射测量椅 虽然前期做了充分的准备 而且还有广州市公安消防局 和中山大学相关专家的支持保障 但对于燃烧试验的现场控制 大家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公交车被点燃几十秒后 整辆车充满黑烟 四分钟左右车窗玻璃爆开 浓烟猛烈窜出窗外 两三分钟左右吧 我就已经开始觉得有恐惧感了 平安广州支援服务总队的教官和队员们 对于火载的处置已经很熟悉 但是熊熊燃烧的公交车 还是不同以往的任何一次事业 开始火出来的时候 烟是往上的 然后后来整个烟是已经横向了 可以看得到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出现担心了 这些事情是咱们之前有料想到的什么 没有想到 我觉得它应该是往上的 但是它的那个浓烟 因为浓烟本身的温度也会很高 浓烟受风的驱使 差不多是横向的 我害怕那个火再烧下去会直接影响到那边那辆车 因为温度一上来啥都会超早 这个是很可怕的 实验开始五分钟后 车厢中部已是熊熊大火 浓烟随着风势越来越猛 公交车也被烧穿 六分钟后 烈火窜出窗外 整辆车被烈火包裹 七分钟后 消防人员开始用泡沫水枪灭火 十一分钟后 火势机 这场长度大概为十一分钟的公交车燃烧的试验 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数据 这些数据又能不能帮助人们逃生呢 今天至少我们知道了几件事 火烧起来的时候 可能会很快 非常快 但是从今天真实的这个燃烧过程看起来 它前面的五分钟 其实烧得很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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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我们是有时间从门 从门这个位置出去的 灾难逃生 是一场跟死神的赛跑 掌握科学的逃生知识 才能在生死关头 多一分活下去的希望 我们往往在血和泪的教训之后 才会掀起一阵 学习逃生知识的热潮 但没过多久 风平浪静了 我们又渐渐的忘了 在采访当中 平安广州志愿服务总队的队员 深有感触地跟我们说 说咱们国人太缺乏应对危险的逃生知识了 尤其是在灾难发生的瞬间 我们这个自救能力令人堪忧 这番话 那可是队员们在多年的摸爬滚打之后的感悟 所以他们的工作 当然不仅仅是做一些类似的逃生试验 他们是要教会人们在遇到危难的时候 怎么防身 怎么自救 他们从事的这些工作 我们得从十多年前说起 十多年前 当时的广州两抢一道犯罪猖狱 一群爱好武术的热血青年 组建了民间义务反爬QQ群 他们与警方保持着紧密合作 并创造了义务反爬群 没有一个队员受伤的广州民间反爬模式 当时呢 我有一帮朋友一起练武 那当时广州的这个治安不是太好 警力不足 所以呢 我们一帮有能力的人呢 想用自己的力量去 去帮助一些人 因为我们会 十多年后的今天 广州街头两抢犯罪已大幅下降 当年的核心队员们 也从儿立之年进入了不惑之年 思考问题的角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但是我们觉得 我们把我们的经验总结出来 分享给所有人 让他们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财务 或者是保护到自己的自身安全的话 可能的意义比那个 我单纯去抓这么一个两个 这种犯罪嫌疑人的意义会更大一些 当年反爬群的元老邓岳辉 目前是平安广州志愿服务总队总队长 现在他和当年一起在街头打两抢 抓小偷的和弦坊 黄伟志等义务反爬元老级成员 总结摸索出了一套实操性很强的安全教育模式 把我们各方面的经验总结出来 想针对我们的特点 就中国人的一个特点 做出这种系列的安全指引 让大家能够在危机发生之前 能够有一个预判预知 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理想 慢慢慢慢就转换成这一块的 这个思想 经过多年的实践和磨合 2013年这群最初的抓贼志愿者 由广州市平安办 文明办和团市委牵头 成立了平安广州志愿服务总队 现在的平安广州志愿服务总队 共有志愿者超过3000人 固定资深教官13人 已经执行了多个安全教育公益项目 虽然面临经费保障不足 场地缺乏等困扰 却并没有消磨他们的热情 同时对我们的新鲜血液的加入 他们最基本的一点 其实是应该说是 有一份热诚在里面 他会很多热诚去研究事情 或者去帮助别人 他们都会做 另外就是他们 我觉得很多人跟我一样 也是有一种研究精神在里面 经常研究各种各样的事情 几年下来 平安广州志愿服务总队 开设了消防疏散体验 人身侵害自护 禁毒 急救 交通安全 危难应急 暴孔逃生 女性防狼防亲 户外生存技能等 强调实操的安全教育课程 在发达国家 孩子们从小学就开始学这个安全教育课程 每年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开展各类灾害的逃生演习 在咱们国家呢 大部分的情况 要么就是临时抱抱佛脚 要么就是亡羊补牢式的一些零散的逃生演习 就算开展了安全教育 也基本上是书面文字比较枯燥 大伙能不能接受 那还得另说呢 而平安广州志愿服务总队的这个小团体所做的 就是把防灾安全教育系统化 规范化 用实战经验来普及安全教育 几年下来 他们的名气越来越大 但凡遇上点突发事件 意外 当地媒体总会找到他们的队员 来讲解如何预防规避逃生 很多小孩啊 也都认识这些穿蓝色衣服的叔叔 因为平安广州志愿服务总队的穿越火线 体验式消防安全演练 走进了广州的幼儿园小学 而且特别受追捧 互动性非常大 游戏性非常大 所以孩子都喜欢 包括家长 如果能参与的话 他都觉得非常好 在多年的课程培训中 通过与学员们的互动 教官们发现了很多现实的问题 比如长期根植于人们脑中的那些错误的逃生防护常识 例如就是这个防液面罩 我们出去做教育啊 可以说是99%的人都会搞错了 紧急的情况下 你需要在很短的时间以内迅速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准确的操作 很多人非常紧急的情况下 一泡上去 要挽子 我怎么不能呼吸啊 完了 他忘了一件事 因为他这个东西的设计上 他有一个筛子 为了防止平时的污染 他会有一个筛子 很少会记得马上把他拔出来 在这个团队的队员们看来 这样的错误常识比比皆是 教会更多的人 特别是孩子 如何使用消防器材 逃生装备 如何防范和应对 可能危及安全的事情 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 他们在课程设计上 煞费苦心 为了制造模拟灾情 让人们在没有灾难的情况下 经历一次灾难 队员们设计制作了 消防逃生体验烟道 其近乎真实的火灾现场 令人窒息 当然 这样的模拟逃生 是在队员的全程监控下完成 有惊无险地走出逃生烟道后 每个人都获得了宝贵的 灾难逃生经验 就是找火来 要慢慢歇四毛 进五重口壁 然后呢 要进处逃离火场 然后呢 再打电话 要有消防员 这是我们实际上 看得到 摸得到 感受得到的 毕竟就像 看电视 有这种现场 像游戏的感觉 然后从很多小朋友来讲 我也觉得 接受程度会很高 通过不同的规则设置 平安广州志愿服务总队设置的各种器材 还可以体验其他各种场景 比如 坍塌的建筑物逃生 公交车地铁疏散 逆水求生 恐怖袭击避险 犯罪和暴力袭击自卫等 几年来 平安广州志愿服务总队的课程服务的人数 保守估计超过了40万广州市民 那么这一块的话 其实在我们国家教育体系是有缺失的 那么我们希望能用我们的力量 把这一块作为一个填补 能补上去 很多家长还没有意识到 实际上安全比古增比钢琴可能更重要 因为这关系到孩子的生命 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慢慢慢慢 慢慢走进社会上的 让更多的孩子去了解到这种安全知识 其实灾难并不可怕 国民防灾避险知识和自救自护意识的缺失 才真正可怕 印度诗人泰格尔曾经说过 生命里留了很多下戏 从中送来了死之忧郁的音乐 对咱们普通人来说 要想避免死之音乐的袭扰 那最好的办法是用科普知识 逃生技能做蜜蜂圈 塞住这些生命中的下戏 这既是政府的责任 也是公民的义务 虽然从政府这头来说 我们防范应对意外 灾害的这个能力 甚至基础设施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从国民的防灾素质上看 我们要提升的还有太多空间 咱们中国也有一句老话 叫祸不入甚家 对咱们每个人 与其要命的灾难 来教我们怎么防灾 怎么自救 不如让救命的知识来教育我们 我是卢一鸣 明天见